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 路桥女士的路桥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俄乌战争的情况 从目前的形势来评估 在春季很可能会发生 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到目前为止 双方都在集结军力军备 而支持乌克兰这方面的西方阵营 他们已经开始交付一些坦克 先进的坦克 给乌克兰 包括了美国的M1 德国的炮异 英国的挑战者2 这些都是现在现代的 非常先进的坦克 包括了欧洲的小国家都联合起来 都说要支援乌克兰 看来西方阵营和欧洲方面 都是众志成成的 但是一旦开战 可能会出现非常之惨烈的情况 到时会发生什么局面 俄乌战争的走向 又会是怎样呢 请露桥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俄乌战争就很快是一周年 2月24号就是一周年 那大家可能最近都听到 德国已经 丫头了 肯将他们的炮异 这种这样的坦克 就是给乌克兰 德国一出声之后 其他的欧洲国家 纷纷都同意 将他们手中的炮异 这个坦克 就是给乌克兰 加拿大也都将 有四两同型的坦克 给乌克兰 美国 德国在德国没出声之前 就已经说了 他要 将三十一两 M1主战坦克 就给乌克兰 英国也都说 会将他们挑战者 2号给乌克兰 法国也说会给 波兰也说会给 连斯洛弗克都说会给 就好像大家打卡 那样 就是个人觉得 一定要给乌克兰 总共有十二个国家 欧洲有 至少有十几个国家 同意 这种情况 其实就是 都是美国努力的 我觉得是美国努力的 成果 差点讲讲 那坦克呢 就是用坦克打 就是希望有这种 这样的坦克组成的一个营 或者一个阵营 是可以打破乌冬 那个僵局 因为乌冬一直以来 战火是最频繁的 但是现在来讲 都是一种僵局 大家都没办法 决勝 哪方面都没办法决勝 而春天就是很适合 坦克打仗的 现在来讲就是冰封 到冰封之后 就春天到 坦克是一个 可以说从战争的角度来说 很理想的一种方法 而这个德国 和其他国家 给了那么多炮仪 给乌克兰 乌克兰都需要去 训练一下 那些人 怎样去用 所以大概 大家预想 就会是春天 二三月 就会第一次 决一死战 可以这么说 那么乌克兰 就不停地 重要其他事情 比如说 他要战机 要长程飞弹 那荷兰都觉得 是可能会供应 这个F-16战机 那美国 亦都 他的 这个 军火公司 Locky Martin 大家都很清楚 Locky Martin 很大间的 这样的军火公司 亦都说 会扩大 他们F-16的生产线 所以 这个 这样的 比武器 比乌克兰 越比越高级 越比越多的情况 就是现在的事实 就是 代表了 西方阵营 对 援助 乌克兰 和 抗俄的 很大的 决心 到这个时候 也看得出 可能 他们也想 一分胜负 大家都知道 美国和北约 是很想拖死 俄罗斯的 拖到现在的了 但是到了 现在 也都觉得 可能要 show hand 一次 真是大家 再摊牌一次 普京已经说了 他2024年 他是不会 竞选总统的了 所以2023年 这件事 似乎 就一定 都是要解决的了 但是 俄乌战争 打到现在 性质 其实 变了 变了 怎么变化 战争之初呢 乌克兰 给人的感觉 他比较弱势 跟俄罗斯来比 所以很多国家 不是很敢去帮乌克兰 在旁边看的 不是帮 是拉拉队的 最多 但是俄罗斯 就是本身 他的军力 到最后 被人看到 不是那么强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 乌克兰很勇 他是一直打 打到他是 在乌东 和乌南 就是一个反攻战 都胜利 当时说乌东 乌南 比如说 顿涅茨克 和劳金斯克 都是被 俄罗斯拿了 但是 就是乌克兰 是 把他抢回来的 在到这个地步 乌克兰才拿到 凯瑪斯系统 和一些重型的火炮 包括美国在来 其他的国家 一直都 保持着 不准不准 先看一看一看 结果就是乌克兰 终于 用他们的实力 赢得这些 所谓的同盟的 信任 就 一步一脚印 这样 就赢得到 这些武器 所以 过程都是 挺艰辛的 那现在这帮 欧洲的 拉拉队 就变成了 后備队 大家跳下去了 一起来了 那当然 不是说 真的 落墙去打 但是 起码在 武器方面 每个都 都松了手了 另外一个 性质的 变化 就是 本来 以前 比乌克兰的 全部是 防御性的 武器 但是现在来说 就是攻击性的了 比较这些的坦克 其实都是攻击性的 那就是希望帮助乌克兰 就在春天的时候 能够在顿巴斯伊 和克里米亚 就打一场 成立的仗 这样 那这些 就是由重防御性 变成攻击性 一些国家 从拉拉队 变成后備队 都是 就是预示着俄国 是会是很麻烦的了 就是表示 乌克兰是 有这么多的国家的加持 就会越战越勇 而且乌克兰的武器 从他当初用的 俄式的 这些旧的武器 现在来说 就越来越新型 而俄国刚刚相反 俄国用来用去 都是很旧的 越用越旧 听说 年1947年 二次世界大战后 用的坦克都拿出来了 那所以 就是情勢 对俄罗斯来说 就不是说那么了 那就是 现在这么多国家的参与 和武器方面 变成是 抗击性的武器 其实呢 就跨过了 这个俄罗斯 定的红线 那他说了 现在你们是直接参与 你们这么多人用这么多武器 用这样的攻击性武器 其实你们是直接参与的 所以他也都说了 他们一直都有暗示 或者是明讲的了 不排除 他们会用核武器 一直都是这样的了 而西方呢 就走到这一步 就说 我现在将个波交给你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就这样帮这个乌克兰 我就是将个波交给你普京 在你怎么样接这个波 那就是在这么多国家里面 就是以欧洲的苏伊茨 德国总理呢 他最怕青的了 那他是刚刚呢 就现在访问中拉丁美洲的 他就重新 德国呢 就是不会准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战争 演变成是俄罗斯 和北约之间的冲突 他明确地说 他不会派地面部队参加的 也都不会提供战机 他说美国政府 也都拒绝向乌克兰派兵 就是德国 就是最怕青的 当初他一直都不肯 给这个泡仪的坦克给乌克兰 是他很怕俄国会报复 他又怕给了这些泡仪 给了乌克兰之后 其他的欧洲国家 全部都有泡仪的嘛 那这些泡仪全部是德国供给的嘛 是卖给他们的嘛 那如果德国开了头呢 其他的国家 也都会将泡仪交给乌克兰 那就将战争升级 但是最终他很怕 他说美国已经出动M1主打的这个坦克 美国出动这个M1主打的坦克的话呢 那德国这个作为一个 也都一个军事大国 和欧洲的龙头呢 那个地位会被取代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才松口说 将这个泡仪呢 这种坦克给乌克兰 那所以就是他最怕青蛋 他都现在终于他都是 给了这武器给乌克兰的 那我们问一下 为什么这些国家 包括德国在内 会有这些改变 那还有为什么会 从这个防御性武器 会变成这个攻击性武器 那很简单 第一个 当然 头头的时候就怕乌克兰打不赢 怕俄国太强大 怕俄国用这些石油器 天然气 就不供给欧洲 欧洲在这个情况之下 没有能源 而这个通胀会是非常之厉害 那这些就是当初大家 就是耗着不肯帮了 但是现在来说的情况 就是出乎意料之外 就是第一 就是欧洲已经摆脱了 对俄国的依赖 在石油器和天然气方面 已经是摆脱了 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第一就是 当然他们的供应多样化 在美国买 挪威又增产 很多方面多元化了很多 第二 他们也是欧洲人 自己尽量去折省用电 各方面 第三 就是今年的欧洲天气 是暖到不得了 暖到直接冬天都可以去 沙滩游泳 有些地方 从来都没有这么暖过 就是天都在帮 那第四 就是欧洲也都是 将油价各方面封顶的 不准那些人去投机 就是没有的时候 乘机在那里 乘机发财 没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种种因素之下 他们居然摆脱了 不需要向俄罗斯 买油 买天然气 或者它供应很少的时候 完全OK 完全没有问题 是吧 已经冬天都快过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都没有想到 就是欧洲的经济 复苏得很重要 它居然就是 它们的欧元区的失业率 创下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从来都没有试过这么少人失业 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在他们的职位的增加 在这个COVID-19之后 增加得很厉害 居然增加了300万个职位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的经济当然就有保证 那当然它和其他国家都一样 就是全世界都没有例外 都是要面对高通胀 和能源价格 现在来说 刚刚摆脱了俄罗斯 很多地方都不是那么稳定 他们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总算 这个风暴已经过去了 欧洲是很风平浪静的过来 现在是风平浪静 去到风平浪静 这是一个原因 那还有一个就是 欧洲其实在这次来说 都算是很团结的 因为俄罗斯一直在宣传 就说这次西方的制裁 对乌克兰的支持 就会令到欧盟的经济出现衰退 跟着公众就会很不满 就对政党 政客他们自己的人 就施加很大压力 在这个情况之下 欧洲各国就会是互相不和 他们就不会换乌抗俄方面团结 但是结果的情况是相反的 欧洲现在反而就更加团结了 就是这样 那当然这些的 说这些说话的 都是主要是 俄国不停地放一些宣传出来 就是打个讯息战 好像台湾现在打的讯息战 就是这样 那还有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俄罗斯实在太弱了 就是他的政规军出尽了 出尽之后 死得七七八八 那现在就用的所谓 华格纳佣兵集团 Wagner Group 这个华格纳佣兵 全部都是囚犯来的 总共有5万囚犯 但现在来说 已经只剩下1万 其他那4万不是被人杀 就是失踪 或者是偷走 或者是投降 反正现在 现在只剩下1万的华格纳佣兵集团 他们都不是正规军来的 用囚犯来做僱佣兵 真是非常卑鄙 真是有一石二鳥的味道在里面 然后现在听到彭博社 听到他们说 现在他们将军队重整了 又要重整了 要将人数增加35万了 要增加这么多人 哪里来呢? 冰原来自哪里呢? 他们还有没有钱去打仗呢? 他们的武器还有剩下多少呢?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事情 其实俄国现在是困难重重的 在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就是刚才所说的几种情况 第一就是能源方面 就是欧洲过了关 经济也好 接着大家都团结 接着就是俄罗斯很弱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一起上了 所以才会突然间 为什么大家会打卡 每个人都要给武器 给乌克兰呢? 那还有一件事也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美国的决心 那两党其实是很共识的 共和党这个众议院麦卡锡上任之前 就有很多人就说 这个共和党是不支持乌克兰的 但是现在来说 麦卡锡一上场就打破了 这些这样的谣言 共和党是不想民主党乱花钱 但是不是代表他们不支持乌克兰 他们都很支持乌克兰 那现在已经是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是吧? 又用多少钱 没有人说是怎么阻挡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对美国来说 今次他总共用了大概500亿 左右 有些用了 有些打算用 总共500亿 这笔钱其实是不贵的 为什么呢? 俄罗斯一直几十年来 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美国用尽方法都没有办法 将这个阴影搏走 这个俄国也都是对欧洲 一直都是有一种压迫感在里 一直都在威胁欧洲 那今次呢 就打这个代理人战争 就是美国人不用打 只是出钱 前面就是乌克兰人 乌克兰人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是要保护自己的国家 所以他只能够是用这种方式 自己亲自去征战 那后面就有美国的支持 美国用了500亿 打了这个代理人战争 是一石二鸟 一方面呢 就是拖死俄罗斯 美国其实就是北一最大支持者 就是拖死俄罗斯 一方面是这样 令到俄罗斯 无论在军事上 在经济 在金融 甚至是普京自己本身 在国内的地位 都拖死为止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亦都是打给习近平看的 就说 如果你敢去打台湾的话 你看看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 我们是愿意花钱 我们团结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打台湾 如果你敢打台湾的话 就是有这样的后果 对于中共来说的话 很可能就是一种非常大的震懾 所以中共现在也是 看在眼泪的体力 就是说到这个军事上 整个战争下 有些性质上的改变 那么性质上的改变 第二个最大改变 就是以前来说 就是一开始来说 乌克兰只不过是抗战的 希望将俄军打回去俄罗斯 就是这么多 但慢慢从抗战的变成 就是互增领土了 俄罗斯觉得 顿涅茨克和劳金斯克 特别是克里米亚 是他的 但是乌克兰又是觉得 是我的 顿涅茨克和劳金斯克 就不用说了 連2014年 你在俄罗斯拿走的克里米亚 我这次都要拿回 所以两方面已经不是说 对打不简单 而是要增回领土 所以事情是复杂了 双方都争持不客 两方面都不想有任何的退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整个走势是越走越危险的 为什么会是越走越危险呢 是不是因为俄罗斯有核武器的原因呢 就是乌克兰有这么多西方的支持 那俄罗斯 以前我们也有分析过 是不是他有可能用核武呢 起码他不敢很明确地说 他一定会用核武 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其实北约和西方国家 已经想得很清楚 如果他真的敢用核武 那么这个北约就会 启动他们所谓的末日机制 这个末日机制可以做很多事情 第一就是启动战略防御系统 第二就是先发制人 这种先发制人可能是武力的 可能是对普京的精准打击 就是捏人头的一个这样的行动 也会推翻俄国内部的政治 包括终结普京的统治 其实北约和美国想得很清楚 已经有很多的选项 有很多的东西放在桌面上 他们可以做 所以普京也都很清楚 如果他真的敢用核武的话 他自己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斩首行动 斩首行动就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都不敢乱来 当我们讲到前景 刚才赛石头说前景会怎么样 前景我觉得更血腥 而且可能也会漫长 那个坦克战在春天会开始 因为所有的武器去到 坦克去到阿兰手上大概是春天 这样他有那么多的武器在手里面 他是可以同时 因为有三百多两 目前来说有三百多两炮弃的坦克 他可以 阿兰可以在不同地方同时开战 所以会更加血腥 而俄罗斯我不觉得他会示弱 他都会用尽他一切 他最擅长的就是抗轰烂炸 他就用这种方式 他可能选一个小城 好像他现在选一个小城 英文叫做Solidar 这个地方 就是用抗轰烂炸的方式 他可能会输 他可能未必赢 但是他对乌克兰的破坏 对人命 以及对整个设施 对城市的破坏 对市镇的破坏 是惊人的 现在是烏东 遁涅慈黑地区之内的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只不过有一万五千人 应该是让走的一个小镇 他对这个小镇用的方式就是抗轰烂炸 但是这个小镇不是唯一抗轰烂炸 俄罗斯其实去到乌克兰 每个地方他都是狂轰烂炸 所以他怎么说 他造成的人命伤亡 他造成的家破人亡 他造成的对整个乌克兰这个国家的 物质上的破坏 是可能几代人都要付出代价 之后几代人都要付出代价 所以普京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而乌克兰也有很多的先进武器的话 两者是窄路相逢 那我就觉得 那个战争会是很残酷的 最起码是生灵涂炭 其实很多人都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解决方法呢 那我们有时我自己做评论 那我就觉得好像很平静 或者很理性地去评论一些事情 但是其实 现在我们玩的不是战争游戏 而是真真正正的战争 是真真正正的人命的伤亡 其实是很惨烈的 那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 说了很多次的 就说我们现在 就是处于一个非常的时期 在历史上一个非常的时期 那有些人就说 2023年有什么大事情发生 那我就觉得 大事情正在发生 就是那个瘟疫 就是已经肆虐全球三年了 死了很多人 每个人都受过这个瘟疫的苦 这个苦可能就是 在家里出不了来 各种各样的东西 现在中国大陆是死了这么多人 另外还有战争 这个战争就是 在乌克兰每一条都是命来的 每一个平民 都是由他们的家庭的 所以其实就是很大件事在我们旁边发生 甚至不过不是说在我们身上发生 但是对香港人来说 其实也都发生了很大的事 就是香港淪陷了 所以我经常在想 为什么有这么多坏的事一起发生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走到这个地步 就是看黄乌战争 就好像看二次世界大战的大片 为什么人类过了70年 仍然是学不到任何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受苦 我看到中国大陆 他们今年的莲花是全部是菊花 这个象征意义非常之大 本来大家都很开心去买莲花 结果全都走去买菊花 去为自己走了的亲人 就是献上一柱菊花 就是觉得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 我自己除了做评论之后 我自己都会有很多的疑问 因为越做评论 我就越觉得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 我最近就读了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他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 《为什么会有人类》 我知道这篇文章是李洪志大师 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篇是公开的文章 他以前写的文章 全部只是给他的弟子去看 我在这篇文章里面 我读了很多次 我找到我刚才的疑问的所有的答案 这个文章是真的很重要 大家如果去看看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篇文章的确是很重要 大家可以在《希望之星》的 《月耳台》的网站里面 找到这篇文章 如果有兴趣的话 有时间问 我也很鼓励大家去看看 不是很长的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在我们留言的部分 你会看到这个网站 也是在上面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看 今天我们就评到这里 这篇文章 网站在说的李洪志先生 发表的这篇文章 《为什么会有人类》 石头也看过很多次 可以说是获益非钱 所以推荐大家去看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link 就会放在这个节目下面的推荐欄里面 大家点击就可以直接去看 因为不是很长 所以希望大家认真看看 对大家保证有得着 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 还未订阅的话 请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是《月光遇到你》 拜拜 这篇文章的点击碎 突会将你让我们往里面 我们说在这篇文章二 每次各种东西 都会感动